聽說千年血戰開打啦 就讓我們來吐槽吐槽吧 大家好我是小鱗鱗 2012年作為一個時代的完結 那熟悉的月來天聰 陪伴了我們無數人的學生時期 無人如雅的懶大 霸氣也能的劍八 高貴又帥氣的大白 冰血系最強的小白 巴拉巴拉一堆奇怪的稱號 配上酒吧吵到不行的破墨畫風 就算是最煩的我來說 可說是一段難忘的回憶啊 這種宣傳圖 全部翻對人的角色統統站出來 直接給滿觀眾始祖的巴西感 酒吧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直到我們這群幻遊中二兵默契的仔仔 想看什麼 不管哪次看都會覺得很潮喔 想到死神就不得不提到潮這個字 比起隔壁方的火影走的是正規路線 大家都遵循一個套路 先用拳頭再用忍具 最後用忍術 最後的最後有同數的就用同數 呈現給觀眾一個重點 就是血統才能完勝對方 那死神的短下套路呢 邊打邊聊 禮貌問候 我本來是不想用這招的瘋狂解說 這樣回合這戰鬥就顯得非常滑稽 痛個幾下還會直接思考人生 死解對不打未贏 萬解潮到出水千本陰景炎 打不過虛化老子就是比你還潮 所以你們給觀眾的重點到底是什麼呢 難道真的只是護標潮指數嗎 我十字經日終於能夠理解 為什麼大白會說把斯文介交給你了 因為老子他媽不會虛化啊 潮指數不夠用啊 最後一篇千年血戰漫畫也是因為這樣滑稽戰鬥風格 有些部分顯得十分難以理解 那方死神為什麼打架打得那麼辛苦 為什麼非得在打架時把自己的底氣全洩給對方 你們在打仗啊 到底為什麼 原來個軍隊會在交戰時把自己的底氣全洩給對方 不洩還不開心 一洩慘兮兮 對我就在說你 鳳喬樓師郎 面對一個大老鼠原本會是一個初見殺的萬劫 竟然主動告知對方是用音樂的幻術 好聰明啊我的金髮炸潮男 常常一個隊長把自己的潮指數給挽光了 下一頁直接被開個洞 你確定不是守仁隊長的錢錢嗎 枉費了一頭潮度滿天的金髮 酒吧不知道還有什麼執著啊 好像我們都看不懂角色的招式一般 非要搞了一大分野的解說 總隊長開個大招除了潮之外 最多的還是解說 酒吧花了大半筆目來講解 這套東西南美的技能組 最後切實的竟然是一個替身 What 就跟隔壁的冰雪系天才一樣 當下強度催得特高 真正要打的時候竟然被哈巴狗一刀給砍死了 你就不能留點尊嚴給老人家嗎 好歹他也是活了兩千年啊 三老頭是兩千年最強死能速造台 他可是連男男都不敢正面硬扛的戰鬥力天花板啊 怎麼幾夜就被你玩壞啦 酒吧啊 關於三老頭的隊長 我個人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感覺就是十分敷衍嘛 不過三老頭的萬劫還是很潮的 能讓老人家動真格的低燈 只可惜老花眼砍成了替身 確定不是酒吧想讓老人家下線了嗎 從三老頭切齊一隻龍奧替身後 整個距離左向就開始越來越迷了 你們看得懂嗎 不 吵就完事了 光用看是看不懂酒吧的用心良苦 首先我們來說說漫畫風格 酒吧十分喜歡柳白的畫法 大面積的柳白如同當時小巫內心的寫照 虛無如果說是描繪小巫這種心境 柳白會顯得特別入戲 畢竟小巫是酒吧花費當心思塑造的角色 不用多說什麼就是潮 除了留白以外 他大量潑墨感的作畫 給出觀眾滿滿的淨花水月感 你是什麼時候產生了自己在看漫畫的錯覺 酒吧你確定自己不是在畫潑墨畫嗎 藝術感到了 那個潮度就有了 夠潮究竟什麼的 好像也不是那麼在意啦 話說回來千千血戰大混戰的場面 使神方眾多跑龍套的角色 不嫌消耗跳一點 如果一個一個打情侶師騎士團 A到Z的字幕 我想排都排不完 笑完我們斯文介這邊呢 能跑能動能跳能打的 也沒剩幾個人了 還能出萬傑這兩個字的角色更是寥寥無幾 不過你們前面那個卻部長字啊 自己沒開過萬傑 敵人幫你開就算了 你用生命換來的萬傑 會不會躲躲這件事情 你們斯文介這邊怎麼一轉頭就準備去送啊 卻部啊你死的好慘啊 好啦這一送不得了回了這戰比的就是誰長得多 戰爭一開始這幫蠢蛋就先把自己的潮子樹通通上繳給對方 獲得官方簡歷吐槽一枚 欸先不要急著噴 讓我來分析分析這四位隊長的行為吧 好首先動畫沒有給我們四位一起喊晃解 超潮的畫面 這樣潮子樹就下降了一點 依照慣例開場先講個廢話 潮子樹再下降一點 加上大白華麗登場 過別多年潮到不行的千本音 在這四位隊長都比對面四個滅絕斯潮的情況下 不對還有一位在跟敵人聊天 自然是不能讓死神方繼續潮下去 祭出98技能包 潮子樹奪取器 不然有些滅絕式造型實在超不起來 這場仗實在很難打 好啦我知道你們只想在幫你的體內萬劫 哈巴狗要帶部槍進攻斯文介石 因為四方是幾乎掌握了全部死神方的情報 就像開圖喔 這邊在哪插演 蹲著哪個草叢 會有哪些招式 你都看了一清二楚 我待有哈果然很潮呢 開圖都看了我理所當然 這種資訊極度不對準的情況 再加上路徑教員的敵人各個身懷絕技 依照當下的情況不用萬劫 所以很難打贏對方 這種判斷也是說得過去的 畢竟當時死神方得知的資訊是 封印萬劫而不是奪取萬劫 在上帝視角的我們可能會覺得有點天真 為啥不等到你爸爸分析完再進攻 但現在是戰爭 滅絕四方沒有理由等死神方準備好 所以才遭救了 死神方已經很糟糕的情況下 還送了十個大招給對方的名場面 不過這還是要吐槽一下 你們死神方的溝通能力實在有夠差的 也不溝通好一個一個開 還有這個紅毛極度沒有變通能力 如果沒有大白的珠子 這可能就變成一次送五個萬劫 百四送一啊有沒有 比全國電子大破壞還要划算 提到的動畫也就是第四話說完死神方送的環節 那我們回頭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先讓咱們回顧了幾分鐘 完全體現了前幾個篇章的套路 我曉得表示再給我十秒我就能出場了 酒吧你好狠的心啊 說到這裡就不能不提到死神另外一個戰鬥系統 我本來是不想用這招的 呃...狗中時期聽上去可能會覺得很酷炫 但現在聽上去完全是個傲嬌發言 不過這也是死神對戰裡提升曹子數的關鍵因子 關於不想用這招這件事是有很多原因的 這裡體現出死神各角色兼的個性 有因為不符合暗殺所以不想用的 有因為隸屬反對全屍物理輸出不想被發現所以不想用 也有是因為會變醜所以不想用 還有這一個我就真的不能理解了 都快被打趴了還在長招 斑木一角啊我就在說你啊 因為派對裝去當隊長也不想用 What?! 這是什麼邏輯 你們11番隊是打架打到全部都不帶腦子了嗎 塔都爆了命懸疑劍還在長招 所以由此可見長招還可是會致命的啊 當時支撐我前列實在繼續看下去的動力 也只是他當時的藍藍 還有整部死神裡另一位潮子數非常高的男人 聶簡力 可樂之雞邁爾里 所謂偉大敵人看起來都是閃閃發亮的喔 聽完聶隊長這番言論 再加上聶隊長換造型的登場 螢幕整個潮到出水才能就要換螢幕了 升級帶之後動畫組做出來會是什麼樣子 說到聶隊長 我想這期可能就變成聶簡力專欄了 聶門長這個角色確實很有趣 酒吧畫大把心思塑造的角色 曹子樹不下於藍藍 藍藍稱說死神戰鬥是靠靈壓 恐怖生犯的因素那就是曹子樹了 為什麼薩爾拉波羅會敗給聶? 根本原因還是因為薩爾拉波羅鬼人太醜了 不夠曹喔 還寫了聶妹妹來回血 再在我們大潮的聶簡力面前都是指命吧 所以輸的情有可原 泡藍藍最後大約在那邊輸給了醫護 也是因為藍藍放棄原本高規格的草男打敗 非要把自己整成一個醜拔怪 相比醫護草到不行的無悅形態 勝負變高下立判 各位說有沒有啊 所以小巫你死的好慘啊 整部作品 我想也只有小巫曹子樹破表還在賣的角色吧 至於之前酒吧填為了大坑0番隊 吳哥倫也是有小期待的一下 但還是失望大於期望的 前面吹噓的多猛多厲害 後面還是被哈巴狗給打趴 看樣子好像另一番隊的作用就是零作用一樣啊 最近因為血戰動畫上映 所以我回去細細品味了一下血戰方法 我就稍微說一下我的看法 來講個比較潮的代表徒來講一下 兵主務一兵衛看上去就是個和尚 是整個斯文界的歷史 看上去整個潮度就非常高 斯文界的歷史也是什麼概念 老江湖了 其實戰鬥方式當然是潮到出水 我的刀不斬肉體只斬名字 光是這句話出來我的銀路已經受草準備送修啦 不斬泰莎林這般潑墨式的畫法 再配上一次快兩頁霸氣的手法 我想也只有酒吧可以畫出來吧 死神官方手遊的配音一放進來 整個潮度再翻倍提升 但最後看起來這麼有排面的角色 還是被酒吧無情寫出了 他報告表示再有排面 再有年紀 再有維園 人家一句 什麼狗屁 真名義文字 統統沒有卵用 我就問你和尚啊 你的功能到底是什麼啊 來送頭的嗎 再來再來還有另外一位 潮指數非常高的零番隊成員 惡眉烏王爺 刀一揮就是一死 又雜魚沒有路過的份 又閉上水全部一起上 又現在開始是零番隊的戰鬥 這段真的很難錄 出場即興 來一段Festyle 配上王爺本身拉風的夾克 直接甩開了哈巴狗跟班的潮指數 在這壓倒性的潮指數下 一刀一個命卻是也沒有愧對 身為刀神的名號 看似自身風格強烈 雖然看上去給人一種老頑童的敷衍感 但酒吧在設計角色這方面 可說是一點都不馬虎 一如往常展現了酒吧設計的專長 能夠將角色的東西方融合 在不失死神風格的同時 增加了角色額外的超度 就算觀眾印象深刻 我想也只有酒吧可以畫得出來 欸? 這是不是跟隔壁棚的其他筆有點像啊? 就算是刀神 大家還是必須遵循死神的戰鬥套路 還是會回到秒殺被秒的一方秒回去 被秒回去的那方再秒回來 就連水缸都翻出來了 到底要怎麼輸啊? 你們就不好奇嗎? 其實王月的失敗也是被劇情注定了 而打完這場這樣酷酷的角色 也注定不會再被酒吧想起 畢竟敵人有投幣式聖別虛名機 只要打不贏 喀巴狗一句 這不就打贏了嗎? 王月啊這樣酷酷的角色就這樣退場了 實在是有點可惜呢 不過超到一時 總比某個萬劫吉利線的全息要好多了 說了這麼多最後就讓小玲來賣個情懷吧 死人這部作品可說是貫穿了很多人的青春回憶 不同於火影給人的感受 兩者同為當年Jump帶來出的作品 死神在當年可說是時髦的代表 酒吧在每個角色下不少時間的筆末 也體現了酒吧對於這部作品的熱愛 還有想要呈現內心想法的強烈意念 只是這話實在是太吵了 以至於後期的劇情上真的多了很多吐槽點 他說死神的高光時刻可能也只有藍藍叛變 摘掉眼睛的那瞬間吧 不同於隔壁扮演的霸氣 藍藍文倫儒雅 每個角度看似有意無意 但都透露著王者的氣場 這樣極帥氣智慧力量為一體的高能反派 並不是有話82可以輕鬆超越的 從破面變後藍藍失派的開始 如果只登登當成畫車來看的話 還是挺過癮的 很明顯的酒吧在漫畫後期無法駕馭大量的戰鬥 每個角色鮮明的死神和滅絕師 全部塞在精靈體裡面打架 那種頭家被毀掉的次數還不夠多嗎 還是要跟木葉比拆千樹啊 而變句商每個握我的能力 通通都是bug級別的規則系魔法 什麼世界調和奇蹟還有恐懼什麼鬼的啊 逼取那破面篇那種 礎堡的鬼人砍來砍去你的海耀扭曲 最屬奇葩的還是那個想像力吧 我怎麼感覺哈巴狗不太會用人啊 這傢伙肯定是要放在哈巴狗旁邊 想想那群隊長跟醫護小隊 他們不就全部陣亡了嗎 幹嘛飛這麼大青司打仗啊 哈巴狗你是真的想要跟木葉比拆千樹嗎 好啦本次影片就到這兒 現在喜歡的動畫畫我是十分開心的 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自己喜愛的作品 動畫畫也是相當過癮 總而言之吐槽是歸吐槽 我還是很喜歡死神這部作品的 那麼我是小鈴 喜歡的話請幫忙按讚訂閱分享加上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下一支影片喔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這個好難錄喔天啊 秒殺 為什麼寫考寫這麼難的 秒殺被秒的一方 秒殺被秒的一方秒回去 被秒 秒殺被秒的一方秒回去 被秒回去的那方再秒回來 啊終於成功了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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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棒喔 謝謝 能詞 好棒喔 恭喜